你对美濃有什么想象 我是为了找寻纸伞而来 源自于广东潮州的纸伞 来到美濃之后 曾有20多家纸伞厂 制作那用又美丽的日常用纸伞 现金只余45家 当然老机也成为重要传承 纸伞也是美好的象征 以前的人常作为嫁妆 伞字里面有好多人 而且又是圆形的 代表着人丁旺盛 圆圆满满的意思 我在美濃吃了板条 见到许多古老却又典雅的三合院 还有黄澄澄的稻穗 也在日式老房中喝了咖啡 吃了甜点 当然也见到了从伞古到伞面 全部手工制作的纸伞 在一个午后 静静地看着自伞人 画着花朵与云彩般的美好线条 没光板条没开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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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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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入住美濃的民宿叫白果园 是一个乡间的民宿 空间非常的宽敞 走完路 然后我们来做原民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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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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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